娃儿子 我们回家了 妈妈 我还想再敲一会儿 那好吧 你自己注意安全 我先回家了 好的 妈妈 哇 真厉害 这是你叫小孩了 真棒 还好 还好 小朋友 妈妈 阿姨 你看你脸都沾了 我来帮你擦擦吧 不要 咦 这不是我妹妹的宝贝跳船吗 她怎么会丢下这里跑的呢 糟糕 老妹有危险 咦 这小孩怎么了 她睡着了 哦 老人家 你看见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小女孩吗 哦 她睡着了 让她妈妈搬回去了 睡着了 就在几点就睡着了 连她的保卫绳子都不要了 而且妈妈的手受伤了 怎么会抱着其他呢 那有人家 他们去哪里了 哦 谢谢你 那个是妹妹吗 真的是妹妹 不行 我得想办法救她 站住 小赵 走开 你去你啥管闲事啊 赶紧回去我妹妹 我已经抱紧了 你现在跑 还来得及 抱紧 到处都是射箭头 你跑不了她 老伯伯 老伯伯 宝贝 你是不是对老伯伯有什么误会啊 妈妈 你看她这么老 又背着背楼 难道她还不是老伯伯吗 咱们背着背楼的老人 不一定就是坏人 可是那些没有背着背楼的年轻人 也不一定是好人哦 我们分析事情不能太片面 我们再好好观察一下 妈妈你看她鬼鬼睡睡 背楼你 背的是什么 看上去确实是很沉的样子 而且你闻到没有 还有一股臭味 确实是有股怪味 会不会是逼她吃掉的甲猴 走 怎么逼她去看呢 差点发现 妈妈你看她被兜夫家走了 嗯 妈妈真的好臭 嗯我闻到了 宝贝原来是腊肉 不过好像臭了 原来是腊肉 吓死我了 看老人家多辛苦啊 我们帮她扔了吧 好主意 嗨你们干嘛 老人家你说扔垃圾吧 我们帮你扔了 扔垃圾 老人家你也不用感激我 我是酸酸奶酸的李婉儿 李婉儿是吧 快陪我的腊肉 这都臭了还能吃吗 这是臭吗 赶快陪我 哈哈哈 妈妈我们去玩玩去了 宝贝们 我带你们去逛超市吧 逛超市 好 宝贝你怎么了 宝贝 家里面有坏人 哪里来的坏人 我平时出门都会把门防锁两句 可是今天一缺就打开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是你越要我能防锁的 不排除这种可能 但是我平时出门都喜欢放两百块钱在门口 钱不是在门口吗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今天我出门故意把发卡离开了 然后呢 我是今天回来 发卡需要在钱的上面 会不会是外婆打扫卫生冻的了 不可能 我出门都喜欢把所有的门打开通风 今天却只有休闲室的门 门是关着的 所以那个坏人就一定在休闲室里面 妈妈有没有这种可能是爸爸回来了 对呀 最近他说今天回来 还有什么 对呀 我怎么给忘了 是你们的爸爸回来了 回家回家回家 玩了 这孩子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能去哪里呀 不会有危险吧 玩儿 玩儿 妹妹 玩儿 玩儿 怎么样 找到没有 没看到啊 这是去哪里了吗 这农场这么大 不会是一件坏人了吧 你不要笑我呀 这附近有没有监控 怎么找嘛 别说了别说了 赶紧走赶紧走 玩儿 玩儿 吓死了你们干嘛呀 还有你们 玩儿 你在干嘛 我刚睡觉呀 你吓死我们了 我吓死你们了 是你们吵死我们吧 怎么有声音 这一个点 该上班了去上班了 该上学的也去上学了 是谁呀 不对 家里不会是净坏人了吧 我要是现在进去 和他打了仗面 那我岂不是凶多吉少了 不行不行 我得赶紧跑 贼人 你们别想出来了 我已经反锁了 妈妈 妈妈 我给你们开门 妈妈 妈妈 你胡来来都没有 我给你们开门的 我已经报警了 妈妈 我是李小姨 你来 你来 这声音真的好像孩子们呦 但是怎么可能呢 你们少变我 他们已经上学了 今天是星期六 你个老妞 今天是星期六啊 哎呦 怎么办 我们的星期班快迟到了 你一个老妞 等我吃饭了就管你 不好意思 妈妈这是什么呀 我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宝贝 这好像是温牛啊 妈妈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温牛啊 不愧是要地站了吧 你们两个可别胡说 这是一种自然现象 自然现象 对啊 为什么平时没有 今天去特别多呢 你们想一想 昨天晚上是不是下大雨了 对啊 今天是不是阴天 而且地面很潮湿 对不对 蜗牛啊 身体90%都是水分 所以啊 他们会选择在阴暗 潮湿的天气 出来活动 妈妈 那蜗牛是害虫还是异虫 蜗牛属于害虫哦 他们会破坏庄稼 妈妈 那我去踩死他们 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们就别踩死他们了 把他们扫出去就好了 好 好 妈妈 我们已经把它装好了 哦 真棒